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请主持人 赵川 谢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站 途牛九周年九亿红包大拍送 下载途牛旅游APP 出发吧我们 感谢途牛旅游网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 找途牛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的客户端 来继续观看本期节目 接下来认识一下 今天我们请来的老师 他们是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马丁 马老师 欢迎马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寇乃馨 寇老师 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好了 下面的时间 我们就来认识 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我们是朋友聚会认识的 认识不到半年 我们就结婚了 婚后我们发现 双方的生活习惯 都不一样 然后老在家里吵架 他妈总是刁难我 他也总是像着他妈 他对我家父母态度不是很好 我们就这样离婚了 离婚以后 两个月他发现怀孕了 然后为了孩子 我们又在一起了 追回去他还是像以前那样 然后我一心思下 我就走了 现在孩子半岁了 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 我希望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希望能跟他继续走下去 这一对曾经的夫妻 今天在这里 他们能破镜重圆吗 掌声请出他们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张31岁 来自湖南个体户女 嘉宾小陈29岁 同样来自湖南无业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多久 我们结婚不到半年 就离婚了 不到半年就离婚了 认识多久结的婚 我们认识五个月就结婚了 好嘛 你们俩就是在一年之内 完成了认识到结婚 由结婚到离婚的过程是吧 是吧 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朋友聚会认识的 刚开始认识那会儿吧 觉得什么都挺好的 聊得特别来 也没发现他什么性格不好 什么的 这会儿也老到不小的 家里也催了 我们就决定结婚了 怎么结婚五个月就又离了呢 我们结婚之后老是吵架 生活习惯也有很多不同 所以我们就选择离婚了 谁提的 我提的 原因是 是因为他 有一次我跟他在房间里面吵架 他妈不管三千二十一 就冲进来就指责我 说我不懂事 说我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 然后我当时 我就是把我压抑了很久的情绪 我就发泄出来了 可能说话的声音比较大了一点 当时他就觉得我 不尊重他的妈妈 你放得着对老人是那样说话吗 他然后就拿着我的衣服 往门外面扔 叫我滚 后来第二天 我到家里面去看门的时候 发现门锁已经换了 我当时就很气愤 我觉得他做得太绝了 他这样做这么绝 那纯粹是个误会 你知道吗 我们两个没有在一起的必要了 我就选择离婚了 第二天他回来拿东西 我正好上班去了 我妈也出去买菜 就回来没带钥匙 然后就打电话给那个集开锁的 就把那门锁敲坏了 刚好就赶着他回来拿东西 他就说 我们故意把那个门锁换了 这完全可以说开吗 说开不就不离了吗 为什么还离了呢 是他不信是吗 对 他不信 他说我叫他滚的 然后整天在家里吵嘛 然后你就同意离婚了 对 从离婚到现在有多久 我们是去年八月份离得婚 去年八月到现在有一年多时间 是谁提出的想复婚 是我 因为我从小孩出生 到现在 我一直 我一直是一个人 到医院 小孩出生 哪来的小孩 我们离婚之后 我发现我怀孕了 哦 离婚之后发现怀孕了 嗯 我们离婚两个月之后 我身体就不舒服 然后我到医院去检查 医生就告诉我 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离婚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怀孕啊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你自己怀孕吗 我不知道 都五个月了 因为当时之前 我身体也不怎么好嘛 而且我跟 我是那种 就是很长 半年来一次历嫁的那种 所以我当时也没法觉 所以生理周期 本来就很不正常 是不是 是的 所以没有办法推算怀孕 我不知道 也没有呕吐 什么都没有 没有 当时没有 当时本来自己身体 就有点不舒服嘛 我以为就是轻微的 有点感冒什么的 当时是想把孩子拿掉了 后来医生说 小孩已经成型了 给我听到小孩的心跳声 毕竟是一条生命嘛 然后我就 不愿意把它拿掉了 然后当时是想 我能够有这个能力 把我儿子带到 我又不需要男人 后来我把这个事情 怀孕的消息 告诉我爸妈 然后我爸妈就说 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 我应该 我应该要把这个消息 告诉他 后来我考虑了几天 我就想 还是把这个事情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了他 他当时就向我保证 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我 就接我回他家 那时候复婚了吗 没有 那回家之后 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回家之后 他还是那样 他们家人也没管 我是不是怀孕了 反正对我 还是像以前那样 你说我妈老刁难你 还是我家一家人都合伙 欺负你 那怎么有这回事啊 全家人的衣服都给洗 就我的衣服不给洗 那你的衣服就乱扔 房间的也是 那个客厅沙发也是 那我妈知道 哪间该洗 哪间不该洗吗 是你说的那样吗 明明我的衣服 就是给你们放在一起 你妈就把我的衣服拎出来 你们的都给洗了 就我的不给洗 难道不是吊了我吗 那就算有一两回这个事 那也是因为 你衣服贵嘛 我妈分类洗嘛 好 不管怎么说 女生认为跟婆婆关系不好 男生认为婆婆 并没有刻意地 虐待自己的媳妇 是这意思吧 对 好 那你在她家住了多久 两个星期 那这个一直到孩子出生 都是我一个人在家里面 在你的娘家是吗 是 那孩子出生的时候 你去了吗 我去了 我那会儿刚刚赶到她家 她家就已经上医院了 人没在了 我又赶到医院 然后她妈就在病房门口 就拦着我 那会儿我也不可能 跟她妈去争吧 然后她妈就 不是 你凭什么跟人妈争啊 人家这怀着你的娃呢 你 不是 我 她孕后期 你去看过她吗 我是确实是去看她的 她妈就 她没有 你去看过她吗 我去看过 打她电话 看过几回啊 然后打她电话 四个月里你看过几回吧 你告诉我们 她根本就没看到我 我根本就没见到她的 生娃的时候你去了 她妈说你两句 你还说 我不能跟她妈吵架 你接着说 我心里的胖子 是她的胖子 我宝宝 有什么可能 我跟她妈吵架 没避物 我关上了 的胖子 也不不得了 tick 她妈吵架 你就是不得了 雷形 我找他 她还说 她不得了 她说 我把她还带 她宝宝 她 我 宝宝 不得了 我 能是 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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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什么事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别当着我妈的面说 好 第二就是我觉得我妈有时候做饭的时候 做家务的时候你可以去打把手 第三就是我觉得不管家里是什么事 我们两个人总要有个商量不能什么事我们就吵 那如果他能做到这三点 你能为他改一些什么呢 肯定会改变我不好的习惯 比如像他说的很少时间陪他嘛 好了 就是这样一对曾经的夫妻 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的现实 老师们会开出怎样的药方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挺能理解这女孩的 你们俩在没什么太多爱情基础的情况下 让你到一个陌生的家庭 还得伺候婆婆 然后还面对一个哥哥嫂子的留守儿童 这个基本上没有女人能搞得定 你媳妇她搞不定是正常的 再加上当时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 人一旦怀孕之后 激素水平迅速变后 她为什么闹脾气 为什么不高兴 她不舒服 她跟平时状态不一样 包括你说她生完孩子 你再给她打电话 她也不接 不理你 都很正常 产后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有些抑郁 我老婆是个很温顺的 很懂礼貌的女孩 生完马其朵之后 那三个月我觉得她变了一个人 动不动就发脾气 摔东西还哭 她就是得不到很好的休息 她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了 她就是变得 她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这个时候除了包容理解 呵护她你还能做点什么呢 你不懂这些 你就认为你不讲理 你魂不讲理 多可笑的一件事情 你错过了你人生中 最美妙的一段时间 陪着妻子 看着肚子越来越大 看着孩子分娩的 嘀声哭声听到 作为爸爸最幸福的一刻 你错过了 就因为你自己的坏脾气 就因为你不懂 就因为你跟自己老婆怨气 你没有看着孩子从零岁出生 然后到半岁的这个过程 你没给他换过尿布的 没见 你知道吗兄弟 你本来也可以拥有这一切 完了现在你还在这提条件 你已经是个爹了 你什么都没负起责任 现在你还在这提条件 你好意思吗 整个的这个事件过程中 我觉得你太太 没有太多的问题 她就是不会 你妈妈也没什么问题 老人家怎么苛责 最主要的问题出在女生 如果你真觉得没感情 孩子照样给抚养费 你单负起一个父亲 离异的父亲 该承担的责任 跟人说明白 但是我建议你 自己先调整一下 婚姻这回事 并不是在网络上购物 宅客家人 等着面 不妙 不妙 那你 有不妙 我 非常 不妙 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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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说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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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两位回去吧 谢谢 我们看到了这叫 这算四闪夫妻吧 闪婚 闪离 闪运 闪妇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接下来插一段小广告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图老师的一对一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宝箱 抽取现金卡奖 图牛九周年九亿红包大派送 下载图牛旅游APP 出发吧我们 在这里感谢图牛旅游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图牛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一对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别动 你不会骗他第二次吧 第一次说结婚以后 我们俩单住 现在复婚你又说了 我要买房单住 你不会骗他第二次吧 不会 不会骗他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好 谢谢我们的小花童 带着妹妹走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她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跟她儿子的母亲 她曾经的妻子 来表达她最真实的心意吧 各位请见证 为了孩子 就算为了我们自己 我想我们好好走下去 我之前答应过你的承诺 我会一一对线 我想我们两个人 共同把孩子 好好地演 带着跟我回家吧 老婆跟我回家吧 请亮哥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会获得 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 价值500到3000元 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 自己喊停 来 请 开始 停 努力吧 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又幸福了又带好孩子了 又改善了跟婆婆的关系 要加油 坚持 谢谢你们 请回 祝他们幸福吧 希望他们能够开心 希望那个六个月的宝宝 能够健康地成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队嘉宾 遭遇了一些什么 我们是上大学认识的 刚开始觉得她挺可爱的 就开始追她 现在在一起两年多了 刚开始她对我挺好的 然后我说什么她都听 可是慢慢的 我觉得她皮挺大的 我们两个人的性格 都挺固执的 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 就谁说都不行 因为这个我们经常吵架 每次一点小事 她就跟我争论相对 我看这两个人真是互不相让 接下来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翠24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平23岁 同样来自河北 也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今天谁要来这个节目的 我觉得现在和她在一块吧 你说我俩 你说生活中什么事她都跟我吵 吵来吵去的 你说要是吵不出来个结果吧 非得拽着你 我跟她在这种状态下 跟她相处 我觉得没法相处下去了 你说哪有问题 你是来分手的是吧 对 不是每个事都得分手对错来吗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那你有必要这样跟我吵吗 天天吵 我现在都有烟炎了 我经常在背着烟片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吗 每次给你讲道理你都不听 你一个大男生 让着我一点不就行了吗 因为我一个女生 你心心宽广一点 现在这个社会 都长得男女平等了 再说了 我整天生活压力那么大 我凭什么让着你啊 你就不能温柔一点 体贴一点吗 那你工作压力大 我工作压力就不大了吗 你说你长天工作 一个月才给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够干嘛的呀 两千块钱怎么了 只要我认真干 我认为我在这个公司 有前途 将来能有出国实习的机会 回来后还能是两千吗 你觉得你考虑的那现实吗 你们公司 每年才能出去几个呀 你觉得你有那个能力出去吗 你还出国实习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 我有这个能力呢 就冲你这点 我看我也成功不了 一个成功男人背后 肯定有一个女人支持他 那你为什么不能 认同我的观点呢 你说在我们公司 有什么不好的呀 你说又不是不招人的 一个月拿三千五百块钱 够吃够花的不就行了吗 我想这样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你那眼光也太狭隘了吧 你就不能考虑得长久一点吗 现在是三千五 以后还是三千五 你一辈子只拿三千五的工资 什么时候买得起房 什么时候买得起车呢 你说就这件事 你来争来争去的 你都给我炒多长时间了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 给我打了好长时间 一直打一直打 你都打了一点了 你说第二天还要上班呢 一直在这儿给我打个没完 费里把这件事说是他 他认为的就是正确的 我认为的就是错误的 明白了 你还好意思提这个事呢 我给你打五十多个吧 你一个也不接 我以为你出什么事呢 好 有你这么固执的吗 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 国际大专辩论赛的 第二个单元的比赛 刚才双方的一辩分别阐述了 大学毕业之后 道理应该是有一个好机会 去网上就业呢 还是满足于现在的一个工资的问题 双方的一辩由于同时又是情侣关系 所以形势极其之复杂 接下来我们问一下扣品位 他们俩哪个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呢 到目前为止我只听到了一个点 其实我觉得事情太过琐碎 但是呢唯一的一个点就是呢 你是被他带到 这个辩论的状况下的 因为他不想辩 与其好变灾 但是他很想辩 好 所以任何事情 都一定要炒出一个结果 是不是这样 对 这就是我的性格 这事实对我这么相对 什么事都过我这么相对 好 我们进入第二回合的辩论 来 请 你是正方还是反方 正方 请对方的男辩友开辩题 来 那次他竟然还说故意出手 把他拉倒了 根本就没这回事 本来就是 你说我一个女生 他就那么拉我一下 你就把我摔地上了 你说我俩现在都成互恶的状态了 你说我有办法跟他相处下去吗 哪有互恶 你说也太严重了吧 我当时不就着急点吗 还不是因为你现在推的我吗 我就当时拉你吧 你就摔倒了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就想耽误你几分钟 把这事情说清楚 不就完了吗 我一个女生 推你能有多大劲啊 你说在生活中他也是这样 你说我要是打他几下 把他打他三下 你说他都记得可清楚了 就要三下最还给我 还得打给我 每次都打挺疼的 你会还手吗 会啊 我一个女生能有多大劲啊 你说一个男生 连这点都不能出对我 姑娘 他如果嫌打得不舒服 你打别的男生去吧 可以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的女朋友啊 所以不可以打别的男生 那你让他打你呗 叫什么劲呢 那不行 我最讨厌别人随便打我的 你说有你这样的男朋友吗 你说什么立场 你都觉得你是对的 我都是不对的 好 我们进行第三场的辩论 正方 就是说大学的时候吧 有一次他跟我讲述一个 他闺蜜的事 当时我特别不愿意听这个事 那你说我闺蜜 在大学的时候 你说我俩关系挺好的是吧 闺蜜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 你说我闺蜜找一个男朋友 就是平常的时候 老是花我闺蜜的钱 老是骗她吃的 骗她喝的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 正好我和闺蜜 我俩抓娘的男朋友 给别的女生要微信号 说晚上请人吃饭 我闺蜜多伤心啊你说 我觉得她挺可怜的 你说我生活中 我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 我觉得我就应该 找她理论一下 我这事就跟她说了一下 她冲我发火了 觉得跟我急了 没事 你给我讲这个事干嘛 我又没那些毛病 我说的是你吗 你看她总是这样认为 你说我说闺蜜的事 跟你有关系吗 我说的就是她 我也没让你帮我什么忙 我也没让你怎么样啊 再点说了 人家的事轮到咱们管吗 人家的事你也管不了 以后你少管这种事 我闺蜜的事不是我的事吗 我聊关系那么好啊 你说你非得认为你是对的 我觉得我找她理论 没有什么错 她俩可好之后 肯定会埋怨你的 我就找她理论一下 我有什么错呀 你非得认为 你怎么不说结果呢 最后怎么着 最后你闺蜜 还是埋怨你了吧 这就是你不听我画的下场 我是你这样的人吗 好 第三回合辩论 打住 接下来这个我们就不要再进入自由辩论了 由本主席开始提问式的辩论 你们在日常的恋爱生活当中 会为特别鸡毛蒜皮的琐事而争吵吗 这种事真的太多了 你说她平常也不总陪我 好不容易有一次吧 她说主动请我看看电影 我说走走散散心 跟她散步去 她不同意 非得要骑着车子去 你越骑这个事我越生气 我当时说骑自行车去 你非得走着去 我不就是想让你多陪我一会儿吗 走着去 再来说了 那个电影还有二十多分钟就要开始了 走着去的时间能够吗 怎么不能够 要不是你在当场跟我那样争吵能不够吗 她说你爱走着去走着去吧 我就骑着车子去 结果她又把我说 我就走着去 让她在旁边骑着车子 我心里多委屈 你说有那种这样的人 她总觉得我是错的 我什么都得按她的说法去做 我觉得我没有自由的都 上大学的时候 我空余时间去找个兼职 跟同学一块打打工 挣点零花钱 你说这有什么不对 她不允许我去 我知道做兼职这件事是挺好的 但是现在这么乱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做兼职 就是担心你 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就去人婚宴上 当个服务员 给人端个菜 洗洗碗 你说这有什么安全问题 再点说了 你做完兼职回来后 肯定会向我埋怨一大堆的 嫌累 嫌脏 我不喜欢听这些 我一天忙着忙那的也烦了 我向你埋怨 你作为男朋友 听这些有错吗 因为你平时就挺喜欢埋怨的 闲职 闲那 我真的受够了 听够了 好吧 兄弟 我问一句话 在现实生活里 你真的都是据理力争 什么都愿意 讨论出一个是非屈指的 是 我就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 你跟你哥们在一起的时候会辩论吗 如果要是因为什么事 他们非要想跟我争论的话 那我会奉陪到底的 我知道 你不是喜欢辩论吗 全是高手 来 一起进入 求比特文娟 凡事皆可吵 只因太自卑 一个自信的男人 不会跟女朋友 懂不懂得吵架 所谓有理不在身高 对吗 明白 一个人所有的自信 都来自于自己 内在真正的能力和资源 什么时候你觉得 有的事不用说 也不用变 大家就能明白 对方就能赞同 说明你就开始成熟了 吵架一点都不好玩了 真的 所谓恶语伤人 六月寒 你真的想跟他继续 好好过下去吗 我就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不用说清楚 很多事情说不清楚 你唯一说不清楚的 或者说我唯一能看清的 就是你身上 看似自信 其实自卑的那个性格 越想说清楚 说明你越没自信 这个毛病不是一天两天赶的调度 你先学会闭嘴 先学会听一听 先会说 也许你说的有道理 今天女朋友要走了 你怎么把她拉回来 自己跟自己脑子里辩论一下 我怎么能够赢得 真正的尊重我女朋友的爱 而不是用语言征服她 能做到这一点 就算今天没办法 我其实能理解你 因为我认为我也是一个 特别容易因为辩论 或者要讲出一个道理 而热血奔腾的人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在我人生当中 我因为这件事情 而付诸了非常多的代价 你刚刚说 你在这儿想要说清楚 明白一个道理对吗 对 你想说清楚什么事 就是她让我去她公司 到底是我对还是她对 你觉得今天 你最想说明的是 你去她公司这件事情 是你对还是她对 对 你有没有搞清楚 因为我不想去她公司 她考虑得太狭窄了 你有没有搞清楚 你们要分手了 你听懂了吗 现在的变题 不是要不要去她公司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你要失去她了 你担心她离开你吗 担心 你想过失去她 你会不会难过吗 想过 如果你们终于把 要不要去谁的公司 这件事情讲清楚了 她说好 你赢了 但是再见 拜拜 我再也不要跟你谈恋爱了 那一刻 你会觉得我赢了 好好好 我终于讲清楚道理了 还是你会觉得 很后悔 不该跟她吵这一段价呢 有一点成就感 但是也非常后悔 明白 我其实还蛮欣赏 你这个诚实 而且调理清晰的答案 像我们这类人 在我们吵赢了一件事 证明了我们有道理的那一刻 确实会有成就感 我太明白这种影头了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后悔会有多深 我们家可以因为 厨师机有没有开 而吵到几乎要离婚 案件很简单 因为我们家的这个 轰衣机在轰衣服的时候 必须要开厨师机 她忘记开了 我说老公你没有开 她说根本不需要除湿机 因为湿度不会上升 她为了掩饰她的错误 一直跟我历变到最后一分一秒 一字一句 说绝对不错 最后她还跟我讲说 不然我们去买湿度测试剂 来看看到底湿度有没有增加 对方便有真是够轴的啦 那就去买啊 就去买对不对 是你就买了对吧 对啊 我呢当时就收了这个行李 就走人了 我气了 我怎么可能嫁给一个 这么头脑不清楚的老公 连大自然里面有这个呢 水的三态变化 她都不明白 太蠢了 我怎么嫁她的呢 那她是化学没学好 真的 我当时这样觉得 可是我当时除了觉得 她化学没学好 我当时更伤心的一件事情是 为什么你不让我 刚刚你的女朋友也说了同一句话 你听到了吗 在辩论场上 我们不能让 因为我们要 严肃地面对这个道理 争一个死活对吧 对 但是在感情里 我们不要争道理 我们在谈感情 当你赢得了辩论 赢得了道理 却失去了一个你爱的人 你会后悔莫及的 谈恋爱用的是心 不是脑 如果你一直用脑 不要说是他了 谁也不想跟你谈恋爱 所以忘掉你的道理吧 行 我会认真考虑一下的 是的 最会辩论的人 未必此生幸福 但是我支持争吵 争吵可以强化彼此的感受 你两个人争吵热热闹闹 总比一个人难难自语要好 但是如果你自己一个人难难自语到 你要对着一个人的墓碑去难难自语的时候 你就会想当初为什么不多让着他一点 所以说这就是生活 其实在生活当中偶尔的争吵 因为生活当中的常理争吵 因为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争吵 没有问题 但不要带情绪 我们会发现 如果你真的把对方踩在脚底下的时候 你得不到预期的快乐 在吵的过程当中偏要赢 对方输了 你又要去抚慰他的悲伤 所以其实如果要让你们两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吧 我觉得在生活中你要是不处处 就是一个事不妨给我吵了死讯后来的话 我觉得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那我可能觉得 咱俩在某些观点上 可能是有些不同 但是我还是爱你的 我不想分手 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如果你要让着我的话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考虑一下 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我们看到了一对 在生活当中 一定要争个高低上下的恋人们 男生说 他的辩论是为了追求真理 因为他总想知道对和错 各位 如果你的另一半也是这样 无论大事小情 都要跟你争个高低上下和对错 在座的各位会怎样选择呢 继续跟他在一起选赞成 逃跑选反对 各位请选择 27.59%的是说我会留下来 72.41%的会跑 你会离开吗 姑娘 我会 为什么 因为我受不了 就是这么距离力争的 每件事情都要求 一定要有个结果 有结论 你在生活里不较劲吧 不较 就是对于有一些事情 需要较劲的也就该较 但是 这样的小事就算了是吧 对 谢谢啊 来来来 我有选择离开 因为我觉得就是男生 就是应该让着女生 然后 凭什么我们就要让着女生 很多时候我觉得 就是在那些小事上 男生就应该让着女生 谢谢你的分享啊 这是他的看法 其实我相信 大多数的女人 还是希望男生能让着自己的 所以 要想让生活幸福 互相多让让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在此之前 我还是要进一张广告 途牛九周年 九亿红包大派送 下载途牛旅游APP 出发吧我们 感谢途牛旅游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途牛 他们的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我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跟他生活在一块 真的是太累了 然后我觉得 如果他要是以后 真的能改的话 我想我还会和他在一起的 相信也希望 今天当女生离开之后 会变成男生的一次转折和转机 让他明白生活里面 哪些应该坚持 哪些应该放手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老图有话说 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 我今年32岁 男友比我大两岁 现在我怀孕了 他找各种理由让我打掉 他父母还让他找对象相亲 他觉得我不懂得浪漫和装可爱 说不打掉孩子 以后的事情不要跟他联系 我该怎么办 不打掉孩子 将来的事跟他没有关系 这是要永绝后患的 所以这样一个狼心狗肥的东西 你还跟他在一起干什么呢 离开他是必定的 但是肚子里的孩子 留或者是不留 结果都不能告诉他 让他在胆战心惊当中 度过余生吧 途牛九周年九亿红包大拍送 下载途牛旅游APP出发吧 我们感谢途牛游流网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途牛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